好,主席局长,菲书长,大家好 刚才局长看到微观 其实我有两点比较微观的发展规划我想提 我自己代表体验文出 所以我非常关注文化体育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第一个问题是说北部都会区 大家都知道北部都会区将会成为一个 大概250万人口的大型社区 其实里面这个人口对文化艺术体育设施 我相信都有大量的需求 日后北部都会区 因为地理位置都成为粤港或者大湾区中心点的一个重要交流中心 所以在规划里面都知道粉岭将会建设 包括主要的表演和排练设施的一些文化中心的场地 但是我相信这个场地的有关定位 必须跟西九龙是不一样的 就是西九文化区是不一样的 也是一个促进粤港之间交流为主的文化定位 但是有必要建立更多的这些措施 就是除了定位不同 除了单单一个场馆 其实应该考虑更多 例如未来的一些停车场或者交通的配套 我觉得这里很重要 就是刚才其实黄玲山议员或者局长提到的 定位是必须以大湾区中心交流为主 不是只是一个区域性的设施 但是一个设施来说 其实要香港成为这个 首先港纳十四五规划下面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所以单单这些单独的硬件配套并不足够 所以我很希望促请局方考虑在有关的区域 或者发展的规划里面 撥更多的土地 可以建立一些或者更多个这些文体 表演比赛市集 甚至是文学馆 表演历史资料馆 等等的综合性的文体 文体艺的一个园区 刚才局长也提了一地多用 那是否可以更多这些 在土地上可以更多的 所谓不同的汇集更多文化的一些产业呢 因为现在政府也在说 民体一定要普及化、产业化 那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域 那第二个呢 是一个空置校舍的用地 那我和业界讨论很多 那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那关于空置校舍的用地方面 那根据我做了一些资料的搜集 规划处的资料 那截止为2022年的12月底 一共有192幅 是落于政府土地 或者即将交还的私人土地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新的数据了 那但是当中有大概38幅地 就是大概两成左右 那因为其实呢 就没有任何的短期租约 申请 而需要是继续限制在这儿的 那其实很多业界都很希望可以利用到 这些限制或者空置的校舍 那也都是非常适合文化艺团 或者艺术表演的使用 那其实现在都有很好的例子 大部艺术中心等等 那如果可以考虑将这些地方 一个短期租约的话 给到不同的文化团体 甚至一些旅游景点 组成一些文化旅游路线等等 其实我很希望局方 有没有考虑向文艺 我们的经纪界或者我们业界的朋友 可以讲解一下申请的方式 或者是否放宽这些审批 那令到这些空置的校舍可以得到善用 那我知道的 有些还在教育局底下的 那也都有相当一部分 也都在发展局这儿 那都希望可以问一问局方 谢谢博啟光议员 很快去讲 其实去到文化体育场地 那方向其实我非常认同 博啟光议员说 或者因应北部都会它的发展 那可能某一些设施 它要进一步的升格 在政府来讲 其实文化体育 现在来讲 都是民政事务局的范图 那我相信博议员的议员 他们都听到 那在发展局 和规划那个 和土地的分配来讲 我们是乐意 尽量去配合他们的需要 那方向博议员 讲到一地多用 我都是非常重要的 讲到一些短期追约的安排 如果是 我想如果博议员 你安排到位 我们自己主动去安排 是将有关这些的地方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 你上网你找得到 不过如果你说 进一步的 我们向文化界 讲解这些用地 就是你怎么去申请 要找谁支持你 我们非常乐意 或者这个会议 我和学员再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